请问中校主官第二年被拔掉会影响仕途吗 这个我跟你讲 按照人事规定 正常来讲 各阶层的主官 你历练通常以两年至三年为主 意思是说 你历练连长 你历练营长 大部分都是两年一个基数一个任期 你硬是要历练到三年 也没关系 三年以上就不要 为什么 因为三年 你满三年就有直期续讲了 就要给你一个奖章 通常不会让你满三年 除非是真的有状况 没有地方可以调的时候 可能会不小心满三年 那满三年你就要给人家奖章 你就要给人家直期续讲 这个是主观才有的 那你说 如果这个人满一年过后 例如一年两个月突然被拔掉了 那怎么办 有两个方法 我先说啦 这个人突然被拔掉了 一年两个月被拔掉了 他干连长 你忠孝是不是 好 例如他干忠孝营长 他干一年两个月的时候 突然因为某一个部下的一个军纪事件 他被拔掉了 那他怎么办 他这个 他这个 这个经历还有算吗 因为我刚才讲嘛 通常以国军来讲 主观经历大概都要历练两年至三年 好这个任期才会满 那你如果任期一年之后被拔掉了 这样有资历吗 我跟大家讲 按照国军的人事规定 你需要这个资历 你必须占缺满一年 就有资历了 也就是说今天我担任营长 担任一年两个月被拔掉了 我以后的人员基本资料表里面的经历 可不可以写我干过营长 可以啊 只要一年以上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国军的做法 如果这个人是不小心被拔掉的 例如你的部下犯了什么错 你不小心被拔掉 通常 通常 冰一阵子之后 会让你把任期把它补足 例如你干了一年两个月 那你后来去当后勤官 当了半年之后 冰完毕之后 再放你再放一次营长 把后面的十个月把它补起来 这算是长官为你以后的路 稍微想远一点 这个这种的大部分都是很优秀的 把它补满 其实也不一定很优秀 有些人就是 有些人事官就是 觉得你很可怜 你又不是你自己犯错 对不对 你是因为部下被连带 好吧 让你补满 有没有补满还升官的 也是有 我举一个例子 某一年成功龄的三营 我就直接把营说出来 没关系 三营的营长因为掉枪被拔掉 三营的营长因为枪移私被拔掉 结果他最后一样升上校 像这种优秀的人 其实被拔掉不太会影响他的官运 或是仕途不太会影响 如果你是很烂的 应该会影响 可能会到此为止 看上面怎么看你这个人 按照人事规定来讲 你这个职务历练满一年 历练 我是说军事官历练满一年的话 就算支历了 就算支历了 所以会不会影响看你以前的表现怎么样 因为有些长官 有时候还是在会议里面会讲 那个营长被拔掉 我跟你讲 把他列管 列管 好不好 不然就是那个营长被拔掉 人事官我跟你讲 在我任内有机会就让他回任 所以这个跟长官对你这一个人怎么样 还是蛮有影响的 但是我只是跟你讲 你只要历练满一年 那个经历就是成为你的经历了 永远抹杀不掉 那会不会影响你的官运 你要看当下开位的人 对你这一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很清楚的了解 因为我们在看候选民部的时候 候选民部里面的资料表 没有一个是你什么职务历练几年 没有 他只有学历跟经历 学历当然有民间学历跟军中学历 那经历的部分 他只会说你历练过排长 副连长 连长 副营长 营长等职 他不会说你历练排长两年 历练副连长一年 历练连长三年会不会这样写 他不会这样写 那宇慧委员呢 他如果对你这个人不熟 他也直接看你的资料 这个人历练蛮完整的 从排长到营长都有 好吧 那就他升官吧 所以你说 这个被拔掉到底会不会影响你的仕途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主观 对于你这一个人的想法是怎样 到底是好还是差 所以我觉得历练的这个职务 你一年以上是绝对有 但是你的仕途会不会被影响 我觉得主观很重要 我觉得主观很重要 那你如果是我所说的 你是因为部署 而让你连带处分被拔掉的话 那我相信长官还是会考量 继续让你回去干也有可能 不然就让你就直接升官也是有可能 但是你自己犯错被拔掉 我就觉得会对影响 我也会对往后影响很大 很大 因为你自己犯错跟连带处分是两码指示 是两码指示 你自己犯错被拔掉 你应该就永不入用了 除非你这个人是真的非常非常强 长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你一个缝隙砖 不然通常是你自己犯错被拔掉的 那绝对是永不入用 到此为止 你想一想 如果你这个人在历劣营长的过程中 突然拔掉 结果你不是掉到其他地方担任 例如担任后勤参谋官 忠孝后勤参谋官 忠孝情报参谋官 如果你不是职业战缺 你是被放在部署军官里面 那我跟你讲 那你就可以看出长官的心 他是不喜欢你的 他觉得你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被放到部署里面 应该不是很有机会 但是呢 如果你在其中一个旅 担任营长被拔掉 结果呢 你掉到军团的担任忠孝参谋官 让你没有领导夹几的缺 那表示你这个人 可能长官还想要用你 再找机会 先把你兵起来 之后再放 长官想要放的位置 那如果你这个人 你被拔掉直接到部署军官 那我觉得啦 以我干人事干那么久 大概就到此为止 好 可能部署一年直接办理退伍 你部署军官的缺 跟参事一样 部署军官跟国防部那些参事一模一样 你如果部署军官 你干一年 你都还没有位置放 你就再见了 你就直接打报告退伍 连中将少将 你在国防部干参事也一样 参事那一年 你没有找到位置放就走了 你就离开了 对啊 所以这个 你说 会不会影响仕途 我觉得你的表现 跟长官的想法 还比较重要一点点 如果你这个人优秀 像我刚才讲的 那个影响被拔掉 一样升上校啊 那我问你了 其他没升上校 他也没掉枪 他升不了上校 但是那个掉枪的 他升上校了 那你要怎么说 看你这个人表现怎么样 看长官觉得你怎么样 你千万不要觉得 长官都是白痴 你千万不要觉得 长官不知道 你这五个影响 六个影响 哪一个比较优秀 哪一个比较烂 我跟你讲 他太了解了 就像我讲的 今天我的阿兵哥 哪一个人躲在库房睡觉 我都知道 为什么 我对阿兵哥太了解了 就跟影长看连长 连长看排长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不要自己说 我对国家忠诚 我努力于战训本务 真正知道 你有沒有努力在战训本务 真正知道 你有沒有对国家忠诚 就只有你上一级主观 为什么你的上一级主观 都是你的初考官 他最重要 通常初考官打的考基 副考官跟主考官 不会有太大意见 例如 你给这个 你是营长 你给这个连长以上 我相信旅长 不会太有意见 我相信军团指挥官 也不会太有意见 他尊重你这个初考官 所以你的上一级主观 他的想法是最重要的 你今天如果 你是一个连长 你犯错被拔掉 我觉得 我是营长 我觉得你不错 我会去跟旅长讲 包括旅长 那真的很优秀 再给他一次机会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 你这个人会不会影响 你被拔掉 会不会影响你以后的路 就端看你这个人在 部队表现怎么样 长官对你的期许 长官对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这很重要 你说今天被拔掉 我再举一个很差一点的例子 我服役的过程中 曾经有一个连长 在演习期间 演习期间 演习四同作战 在演习期间逃官 那在我们来看 绝对是永不入用 还就等着退伍吧 是不是 没想到他被兵半年 被兵半年之后 我隔半年看到他 他突然又把连长的植物名牌 挂上去了 为什么 回认了吧 掉了一个单位回认 而且他还不是很优秀 有些长官就是菩萨心肠 不想要一个军事院校的学生 断了他以后的道路 有些长官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 而不会影响你的仕途 我跟你讲 你表现怎么样 跟长官对你的看法怎么样 这才是决定的一切 跟你被拔掉 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这个是回应你的这个问题 今天都是回应问题 我要回应问题 也是没有问题 了 但是 我费的